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这个法律生效 而首长可以做出延期的指示 他昨天在州议会提成这项法案时表示 在落实行动管制令期间 许多企业和服务业被迫面临困难 如无法履行合同责任 法定职责或者是召开法定会议等 因此联邦政府日前提出的2020年减轻冠病疫情影响暂时性措施方案 在今年10月22号通过 但是这个联邦法案只适合用在受联邦承认的州法令 以及被宣布为联邦法令的州法令 比如时效法令 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沙政府采取有关法案 以补充联邦冠病法案和提供进一步的临时救济 以免除联邦法案未涵盖州条例规定的职务 11个未涵盖的州法令包括 1996年地方政府法令 199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令 1998年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法令 1958年土地法典等 道格拉斯表示 法案也规定任何机构的法定职责或义务可以延长 以允许当局行使必要的职务 未受影响的人提供最佳服务 经过了几个月应对冠病疫情的艰辛历程 沙列月灾难管理委员会从过程中也摄取了不少应对冠病疫情的经验 特别是从韩国 纽西兰以及中国 学习到如何采取全面遏制抗疫战略 成功阻断冠病传染链 沙拉叶副首长尖沙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拿多阿玛道格拉斯 在今早的沙州议会会议上透露 韩国 纽西兰及中国这三个国家 在处理疫情上采取严格的主动性检测 追踪接触者以及隔离措施 不仅成功并有效地减少了人民健康危机 相对的也减缓了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道格拉斯在回答迪马拉雾区州议员 哈兹兰的口头问答时这么回答 他说沙灾难管理委员会在应对冠病疫情时 所制定的策略 包括加强沙卫生局在进行冠病检测的能力 提供足够的实验室设备和执行能力 建立一个特殊联络追踪小组 协助卫生部建立确诊者的联系人追踪 严格管控沙拉叶边界已限制入境 包括动物在内的病毒携带者 此外沙灾难管理委员会也收紧沙拉叶入境指南 强制规定入境沙拉叶者使用 Ander Sarawa 线上申请入境手续及电子健康申报表 也提供隔离中心 该委员会也通过各种媒体管道 宣传有关冠病病毒的危险性 而这些举措也需要各个政党和各界人士的参议 更加是半功倍 除了沙中央医院 施务医院 明杜鲁医院和美里医院 沙政府也计划在石炉门 西连 斯里阿曼 牧中 斯里街 加伯及林梦地区的医院 提升官病医疗设施 有关提案已提交给国家安全理事会 供联邦政府批准 另外 沙烈月目前有五家政府医院 每天可以进行2400项的冠病检测 在沙烈月政府的拨款协助下 林梦医院目前也即将有一间 全新的医学分子实验室 到时每天可以进行200项的冠病检测 目前还在建设当中 沙副首长 尖沙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纳都阿玛道格拉斯 今天早上在沙周一会会议上表示 可进行实时逆转路距和霉链反应 RT-PCR设施的实验室 已经从沙中央医院 并扩展到其他的医院 现阶段 除了沙中央医院 每天可进行100项冠病检测 其他医院如沙心脏专科中心 每日可进行500项检测 施物医院300项检测 明都鲁医院200项检测 以及梅里医院400项检测 在私人医院方面 婆罗洲专科医药中心 则是获得卫生部 认可进行RT-PCR检测的私人医院 过去前两天的全国新增致诊病例 冠病基本传染数也就是RO低于1.0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表示 这个传染数低于卫生部原本预估的数字 这也证明了有条件型管令的执行起了良好的作用 根据卫生部的推特贴文 该部原本预计我国的冠病基本传染数为1.010 病例就会达到约978中 不过前天的实际病例是852中 对此诺西山说 实行有条件型管令确实起了作用 实际我国这两天的冠病基本传染数大约是0.9 如果有条件型管令继续发挥作用 基本传染数将能够进一步下降到0.5或0.6 全国昨天新增972中病例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多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昨天也宣布 原长几个地区的加强型管令期限 多14天直到24号 这包括在沙拉越古境的钢榜哈支巴基 伊斯麦沙比里在回答 来自非CMCO区的西马人 是否可跨周到沙拉越的问题时强调 沙拉越政府已下令 禁止西马沙巴和纳明的人民入境沙拉越 除非获得警方的批准 这项规定至今没有变动 欢迎回来 来关心社会新闻 霹雳宝打门著名的温泉度假村 金船土崩事件 一对华裔男女惨遭活埋8个小时后 今天早上终于被搜救人员巡获 但遗憾的是两人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 霹雳州代总警长拿督武文公证实 搜救队伍已经在今天早上将近10点 在遭到山泥覆盖的度假村预防里巡获两名死者 搜救人员是相差大约5分钟 先后巡获两名死者 他们都是我国公民 年龄介于32和39岁 医保消长局是在今天凌晨1点半接获投报 有一间度假村发生土崩事件 于是立刻派员前往现场展开搜救工作 之后还通知其他访客赶紧疏散以策安全 但消长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只发现怀疑是死者的鞋子 直到今天早上才寻获遗体 他们相信两名死者当时身在预防里 所以没有察觉到发生土崩 国际消息方面 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 联手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进行中的第三期临床试验显示 保护效率可以达到90% 这项消息传出后 欧洲股市和国际油价都大涨超过5% 美国股价也文讯大涨 根据法新社报道 初步结果显示 接种一剂疫苗28天后 以及接种两剂疫苗7天后 达到保护病患的效果 惠瑞董事长兼执行长伯拉发表声明说 新冠肺炎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让他们看到 初步证据证明了他们的疫苗能够预防新冠肺炎 惠瑞和BioNTech这两家公司预料2020年能供应全球高达5万剂疫苗 2021年将增加到13亿剂 在疫苗临床试验成功的利多消息激励下 欧洲股市和国际油价都大涨超过5% 美股指数期货也文讯大涨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教后也表示 等到疫苗上市之后会让美国人先免费接种 并且公平和有效率的分配 但他也强调 疫苗大规模流通前戴口罩还是防疫的最佳办法 他说只有防疫成功 商家才能完全和持续性的重新营业 人们也能恢复正常生活 等他正式走马上任后 他将建立确诊接触者追踪团队 施力让高危险群优先接种疫苗 也会发布清楚的准则指引 提供中小企业、学校和育儿中心所需要的资源 让他们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营运 不过拜登也表示 即便疫苗上市也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广泛流通 美国还将面临黑暗寒冬 未来几个月死亡人数可能再增加20万人 美国目前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大关 不过另一方面 巴西却叫停了中国候选冠病疫苗的最后试验阶段 这是中国快速发展冠病疫苗首次遇到这样的挫折 巴西卫生部表示 在10月29号发生的一起事件后 巴西已经暂停科兴生物的疫苗试验 但却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对此圣保罗·布坦坦研究所表示 对巴西卫生部的决定感到惊讶 并且正在调查中 而科兴生物也还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回应 中国科学技术部上个月表示 疫苗进入后期临床试验阶段 大约6万名受试者已经接种疫苗 但没有收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在上个星期六获得美国多家主流媒体认定 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 不过显然的现任总统特朗普并未认输 他指控民主党选举舞弊 计划在这个星期提出多达 时钟的选举诉讼 还要举行一系列的大型集会 捍卫选举结果 这次的美国总统选举 拜登已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被认定为第46位美国总统 不过特朗普并不服输 除了计划提出时钟选举诉讼 还要举行一系列大型集会 以捍卫选举结果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认为 这是一场政协大战 连日来在米西根 乔治亚州 北卡罗来纳州 宾州 加州 亚利桑那州等展开示威活动 部分人甚至举起步枪和野树受难项 要求民主党停止选举偷窃 特朗普支持者在示威活动上 受访时表示 他们感到高兴 因为全国各地的美国人 都在质疑这场大选的机票方式 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 周末也有数百名特朗普支持者上街 他们挥舞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 高呼 停止偷窃 并痛斥拜登和美国媒体共谋 夺取白宫 人呼吁律师和法律系学生站起来 为总统特朗普辩护 并高喊他们都知道 特朗普总统赢得了这次的选举 有人则高喊自由和死亡 还有携带武装的支持者 在州议会大厦外对着机票人员怒吼 加州洛杉矶周末也有上千名特朗普支持者 走上比弗利山庄 他们首举停止窃取选举的看板 挥舞挺特朗普的旗帜 并高喊再四年展示支持特朗普连任的决心 一些支持者相信 选票实际上是还没有计算完成 而且还有很多正在重新计算 所以媒体不应该宣布拜登当选 这是错误的新闻 感谢收看这节的热报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